说到减肥,基本原则有二,管住嘴,迈开腿,教素减肥法开始在佛系减肥人事中流传开来,前方九身受影响,猛吃东西,吃成后再吃两颗教素,哎,真是自欺欺人,空有一颗减肥的心,身体却是肥胖的命,少年的他,也是风华正貌,笑草一枚,现在,真是胖弱两人。 传说中教素可以帮助减肥,以及养盐,排度,教素饮料和药剂更是大型祈祷,成为网络上减肥界的宠儿,甚至还风里过一些自制教素的菜谱,常见做法是将水果洗净,然后切块放入货和糖和水的容器内,密封两周后就会得到神奇的教素。 这有点像盐制泡菜,只是把盐和辣椒换成了糖,蔬菜替换成了水果。 教素,人叶名词称为煤,煤本来并不是蜜,但最近几年来,这种物质换了个马甲,以教素的名称招摇过世,煤确实具有活性,但不代表可以用外服的方式,来起到加速脂肪消耗的作用。 再说了,人体的胃炎是强酸性的,泡菜式的水果煤,南桃被首先消灭的命运,煤是大分子生物催化剂,能够起到催化作用。 几乎每一种生物的生命过程,都离不开煤,人体中目前,已经发现的没有七百多种,多数每个字只催化一种物质的一种反应,最为著名的煤,跟节酒能力有关。 酒量说到底就是具体的解酒煤的活性水平,每个胖子都是强力骨,想要减肥的筋,放弃教素,好好锻炼,调节饮食,健康减肥,想受刺更进一步。 日本最新毛巾减肥法,了解一下,毛巾筹放在肚脐正下方,注意,大脚趾应该指向彼此,脚后跟相距20到25厘米。 掌心向下,小手指尖紧贴,手,毛巾,和腿一定要放在正确的位置,只有五分钟,全程躺着练,还不赶快拿毛巾练习一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